在您关心巴黎奥运的最新赛况 蜻蜓进水竞速项目的男子1000公尺单元滑奖 在7号今天展开分组预赛 台湾蜻蜓男神赖冠杰 首次站上武汉殿堂 最终滑出4分01秒26排名分组第4 虽然是没能取得分组前两名直接晋级4强 但是滑出今年的最佳成绩 今晚8点40分 还有8强赋赛可以继续挑战4强资格 好 再来看到呢 她的赛况她是在预赛前250公尺 是以55秒71占局第3 通过500公尺之后呢 她落局第4被巴西选手超车 750公尺她依旧保持在第4名 最后她是以4分01秒26排名第4 将进入8强继续挑战晋级4强的机会 回顾呢 在2023年杭中亚域 她是在男子1000公尺单元滑奖上 上演逆转秀 以些微差距是夺下了金牌 成为台湾史上首次在蜻蜓项目夺牌的选手 而她今年是拿下巴黎奥运门票 在奥运每一个滑掌都在为台湾蜻蜓运动 写下历史新业 而全台民众也在持续为她加油打气 奥运前线掌握最新赛况 热血镜头五环战场一把招 巴黎迎来第三次奥运 全球目光聚焦花多 7月24到8月11号 请锁定TVBS 巴黎奥运特派团队报导 巴黎奥运特派团队报导